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這次要聊的主題是 這樣追女生難怪你被拒絕 很多人也許會覺得 我追女生沒問題啊 有問題的是女生好不好 當你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你出問題的開始 當你遇到任何追女生不順遂 或是任何經驗回饋 你很難去改進自己的吸引策略方式 你只能用那種自以為可以吸引到女生的方式跟女生互動 之後祈禱有一天可以夢到一個女生 當然也許你可以夢到 之後還真的結婚了 最後生了一場病 你不舉他就離開你了 所以重點是你不舉所以他才離開你 不要不舉哦 我好像搞錯重點了 重點不是這些 而是當你是因為不小心夢到的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那麼假如因為任何不知道是什麼的狀況分手了 你祈禱自己可以再夢到另一個女生嗎 還是自己的菜對方也喜歡自己的 通常你生活圈很小很單純的話 其實相對的困難 所以我會覺得假如在吸引的階段 可以好好思考自己有哪些方面是可以改進的 而這一次就是說通常會被拒絕的原因 這些常會被拒絕的原因改正的話 至少你不會自己搞砸感情 讓自己容錯率高一點 可以讓自己從每次都被封鎖 變成被已讀不回而已 讚讚 那我們來說第一個 很急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一直去丟出超過現在關係進度太多的行動 而且要一直要對方趕快回應自己 通常情況是因為自己很怕未知 很怕不確定的因素 又或是很怕被拒絕 例如剛認識的時候 一直想要知道對方對自己心意到什麼程度 或是約出去的時候 忙著一直想要牽手 根本就沒有判斷對方跟自己互動情緒到哪兒 會呈現一個好急好急的感覺 不知道在急什麼 是不趕快在一起會遲到 背靠全情講嗎 當自己在跟女生互動是呈現一個很急的狀態 對方也可以感覺到你這樣的狀態 這樣會產生不太有力的局面 一個是你沒辦法有效的判斷情勢去出招 而是很容易亂出招 對方一個衍生一個肢體動作或是情緒給你 你可能就一團亂 又急著想要一個結果 或是急著推進關係 沒去判斷好最後就會產生負面影響 而每一次這樣子 因為讓自己太急的方式跟女生互動 累積下來最後這關係就沒了 另外一個太急的感覺 會顯得你目的性很重 你變得好像不是想要跟這個女生產生連結 而是為了某個利益目的 也許在一起 也許是發生關係 也許是要幹嘛 其實相對的會造成女生的壓力 沒有人喜歡被占便宜 被索取價值 而你在做的行為互動上 呈現一種很急的感覺 就很容易讓對方產生 你在急什麼 你在慌什麼 你的價值就在慢慢拉低自己 尤其你提到直接把你被拒絕 或是追求的不順遂的感覺 用成質問的方式去跟對方互動 就更加劇這關係變糟糕 我們都聊天一個禮拜了 可以約出來了吧 我們都約會兩次了 可以發生關係了吧 我們都在一起了 可以結婚了吧 我們都結婚了 可以站在一起了吧 就是關係的走向進度表 雖然你會推進關係 但是不是你在掌控的 而是雙方互動上自然而然 慢慢的讓關係更緊密連結的 而不是由你單方面認為是怎樣就怎樣 像在趕火車過山洞一樣 但這洞不一定會讓你過啊 要判斷對方互動上 願不願意讓你讓關係更親密 而不是以為急著推 急著要個答案 就會導致自己想要的答案 通常答案就會是 對方覺得壓力很大 慢慢的不理你 在一起前跟你互動感覺是這樣 那在一起後不就更慘 不用去硬要逼對方給自己一個答案 從行為肢體表情都能知道 對方的想法大概是怎樣 而不是用逼迫對方說出來 或是你用硬上的方式 當你自己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這關係很容易就會被你搞砸 你可以在腦袋想一下 你有看過哪個成功的人 或是有強大價值的人 他做事情是一直很急很趕的狀態 應該很少看到這樣的人吧 那為什麼要讓自己在吸引追求的階段變成這樣 不需要讓自己變成這樣 那第二個 一昧討好的意思 其實你要搞清楚 你是在討好還是對女生好 很多人會搞不清楚自己是在討好還是對女生好 簡單來說 你討好去對女生做事好的行為是沒來由的 他什麼都沒有做 你就要去請他吃飯 幫他做事 半夜要幫忙他 買保險套 簡單來說就是他憑什麼 就因為你喜歡他 也許你會覺得去做這些對女生好的行為 他會覺得你人很棒 確實他會發現你這個人 但不代表他會喜歡你 因為你做的這些套好的行為 其他人也會做 而且可能做的比你更好 他們比你更工具 或是比你更有錢 而你自願讓自己被女生認為 你是那一類型的人 你就是自願把自己劃分成 只能靠對女生好來吸引女生的男人 而不是用你自己的個性想法觀點框架去吸引對方 你用那樣的方式互動 你不要跟我說你不求回報 你一定都會想要回報 我送他那麼多東西 我請他吃那麼多餐 結果他跟一個廢物在一起是怎樣 他有我對他那麼好嗎 他沒有啊 但他把的到他 而且還用你送的保險套 為什麼會這樣 你明明對女生這麼好 結果對方不選你 因為你搞錯對女生好的時機 我也會對女生好 但是要對方要爭取到男人的注意力 才去看要不要對女生好 例如這女生做了什麼對你好的事情 或是對你做了什麼貼心的小舉動 再看要不要去做對女生好的事情去回應 而不是變成你去做對女生好的事情 是要換到對方的注意力 換到對方的認同 當你在做這種行為的同時 給對方的感覺就是 他價值比你高 所以你需要這樣做 才能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你變成互動上像是交換 而不是對方自願跟你互動 而是為了其他利益跟你互動 那不是為了你這個人 當一個人不需要努力 他不需要去經營跟你的關係 反正你都會任勞任怨為他付出 那他為什麼要付出 他不需要付出啊 再來就是大部分女生 是希望男人比自己價值高的 所謂價值不會只是社會地位或是錢 而是互動的情緒價值 你給他感覺是雙方價值勢均力敵 或是你比他高一點 那女生也許會被你吸引 但你的做法都是用討好示好 付出一堆東西 希望換取對方注意力 你就是一直把對方價值拉高 把自己價值拉低 而又會因為你付出了那麼多 你不敢去跟對方爭吵 因為怕衝突 導致你努力那麼多去經營的這個 要好不好的關係結束 所以你遇到對方給你不好的感覺 你會選擇忍耐 最後關係結束 你就會覺得女人在耍你 為什麼每次遇到的女生都利用自己 把自己當作工具人 是你因為你自己在最一開始互動 自己就自願變成這樣的 那男人什麼時候可以對女生好 他有為了這關係付出的時候 你要有一個概念 去對女生好和付出不是理所當然的 而是互相都有投入心思去經營的 不會只有一方是單方面在享受的 當只有一方單方面在爽 那麼你們互動就會慢慢產生不平衡 最後就會失衡 所以當你又想要去討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想你的策略上是不是有問題 來說第三種 控制的意思 其實就是你會想要控制對方 也許是吃醋 也許是藉由給負面情緒 希望對方照著自己的方式來互動 對方可能在忙 不能跟你出來 你在那邊鬧脾氣 生氣氣 覺得這樣做 就會讓對方照著自己的想法走 不會 女生只會覺得跟你相處好累 動不動就要照顧你的情緒 而女生跟男生相處 連在一起都沒有 只是在互相曖昧吸引的階段 就覺得累了 那這關係就很難走下去 那會想要控制一段關係是為什麼 也是因為害怕被拒絕 沒安全感 恐懼未知 而控制會慢慢摧毀掉一段關係 尤其你們關係可能才剛萌芽 只是對雙方都有一點小小好奇的時候 你就想要去控制對方 為什麼昨天我命你沒回我啊 為什麼你跟那男的走很近 你喜歡他啊 我不能接受女生這樣欸 你這樣子做我覺得很糟糕 我只是穿比基尼不行嗎 好喝一個女生 穿比基尼很醜欸 你才醜啦 你全家 你最醜啦 好啦 你可以穿比基尼啦 但是當我女友後 就不行穿喔 說這種話 你就不用想在一起了好嗎 你就等著被拒絕吧 雖然我也有遇過很喜歡被控制的女生 男人 這樣控制我 我覺得這樣的男人很愛我 但這種女生真的不多 你喜歡控制的話 就祈禱自己遇到的女生喜歡被控制 但大部分情況用這樣的策略 風險就是很大 幾次互動都是這樣想要控制對方 女生原本的好感 沒多久就會被你磨掉 原本可能萌芽的愛情 就這樣被你拔掉啦 好總結 痕跡 討好 控制 當然還有蠻多被拒絕的要素 但是這三個是我覺得影響比較大的 也許可能很容易會犯到的 相對起來 好好的行為是蠻多人會做的 對女生好的行為可以做 但它不是吸引女生的關鍵 那這三個盡量不要犯 那麼通常你可以降低搞砸自己關係的機率 那希望對你有幫助 那對你沒幫助的話 那你就繼續幫他買保險套吧 好你任何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可以按讚分享訂閱 不要忘了開小鈴鐺可以收到我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哈囉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